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籃球摩谷 在我旁邊是名球瓶大帥 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析 Cross Lee 富邦勇士隊 欸 大帥 錯棚了 啊 是嗎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啊 回來了 回來了 歡迎收看棒球抓中 大家好 剛才走錯棚了 想說今天要來錄籃球摩谷 要討論富邦勇士隊 結果是要討論富邦漢將 請這次我這樣習慣啊 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 富邦漢將 宇宙邦 欸 沒錯 又是宇宙邦 他們在WBC的熱勝賽的時候 喔 很強 很強欸 超強 都有網友說 如果現在是富邦漢將 已經在日本了 因為他們贏了三場對不對 到底怎麼看富邦這個名樣的球 去年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也分析說富邦應該是會不錯 但是到最後總結下來還是 不如人意啦 那我還是那句話 我內心其實每一年都期待 富邦漢將能夠有好的表現 今年 我還是這句話 我還是期待 因為 因為 今年來了兩個洋將 喔 嗯 新的洋將 你說那個肯特 還有艾普勒 艾普勒有很好的 欸 他去年在 過去有在韓國咧 喔 對 投得不錯咧 是是 然後肯特他之前是在馬鈴魚3A嘛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這兩名投手喔 再加上原本的投手 戰力加下去 新的洋將 如果有好的表現的話 我相信會跟 富邦漢 對 給富邦漢這樣直接的戰力的加持喔 那你覺得從 那個他們在今年賽的熱身賽啊 這樣大殺四方 你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球隊新隊型的一些端倪嗎 有什麼優勢可以帶來 今年的新的球技 其實他們就是以往 其實我覺得 蠻多的戰力都不錯啊 甚至投手 你看一開始 本來投手就有郭俊玲嘛 還有江少慶嘛 所以這次本土的兩名先發投手 一直是都投得 算還蠻穩定的兩名投手嘛 那如果新的洋將 再加上舊友的洋將 戰力真的坦白說 是在五隊裡面的投手戰力 確實是不錯的 但過去這幾個球技就是 不如意就是因為 像去年在內野的漏洞 也是還蠻多的 但去年他們也挺有趣的啦 雖然就是戰績沒那麼好 可是中間有一路 被大家戲稱為水鬼 就是上台抓人了 攪亂那個整個排名 對上半季其實打得不好 但下半季有截然不同的改變 他們有慢慢的 對 對那你再加上富蘭哥 他去年是要投中繼後援 那也可能再稍微再做一些修正 比如說王勝偉或許真的年事已高 慢慢的 但是他還是有很好的表現 當然啊 對這個你真的不要小看這一位 老招選手 這個真的是老了嘛 40多歲了對不對 所以 他40多了嗎 應該有了吧 沒有嗎 3040吧 應該有吧 39 39 差一歲啦 不要計較 不好意思 那三字頭 把四字頭差很多 你把這一集當成明年再講 好不好 很好的選手啦 對 虛歲啦 虛歲啦 對啦 他要虛兩次的歲嗎 他們的內野勢必 年輕的球員要頂上來啦 剛講到有一點 我覺得是今年富邦可能要克服 因為他們從去年底到今年 應該農地年前吧 一共Thank you 20多個 22個吧 22個人 他們的教練團 你那麼多 對 真的喔 對啊 Thank you 22次 對 就是很明顯的 是想要做一個換血這個動作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大動作 會不會對他們有帶來影響 影響是一定會啦 因為有時候 你要做換血的這個動作的情況下 你可能你也得看 你要換血的這一批血 能不能夠及時的頂上來 但我相信球團就一定是 先評估過了 算是年輕的球員能夠接得上來 那接得上來的情況下 你才有可能去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這是過程嘛 對 至於結果 一定有一個陣痛的人 結果好不好 這是年底的事 那在這中間的 你剛剛講的這陣痛期 可能相對的可能會比較久 也說不定 甚至你說年底 我覺得如果這個大換血要接 可能那個心理預期 可能不只要放到一年 就是快一點 當然是一年可以接起來嘛 甚至有時候 你在磨合可能要個兩年 也不是沒有可能 對 而且教練團也在換 對 教練團跟球員 你勢必還是要做一個磨合 是 所以不管是教練團的 異動跟球員的變化 對 其實這都是跟球團一樣 都是會有一些磨合期啦 那就是如果說磨合期越短的話 相對對球團的戰力 的空間比較不會影響那麼大 對 那講到換血這件事 其實那一票離開的球員 其實最受大家矚目的 就是我們的富邦神拳 林毅全 對 他現在轉隊到統一去了嗎 你覺得這個 沒有人可以談而已喔 對 沒有人可以談 影響很大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啊 再找一個接班人啊 接下來誰談 對就是 大生你覺得他的離開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球團的評估下來 是他的打擊狀況也好 或者是守備狀況也好 就是有評估下來以後 才會把他沒有保留在戰力裡面嘛 那因為放國城的好表現嘛 其實也變起來喔 你有放國城的表現以後才會 而且還有講之前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換血 就以那個位置一雷手的換血 目前為止是成功的嘛 先犧牲掉林毅全 然後讓放國城有更多的表現 當然以現階段來看是成功的 而且放國城這是在今年賽 也有監控 對啊 勝利八點 所以以換血的這兩個字來看的話 其實目前一雷手的這個位置 是成功的 對 是 只是可能就 沒有辦法談了啦 沒關係啦 一定會有接班人 一定會有接班人是不是 一定會有接班人 我們再找另外一個富方生產出來 OK 那我們剛剛講的頭首部分 提到嘛 本土可能江少慶啊 或是 但郭俊宁他也要調整嘛 那你覺得本季的先發 他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跟挑戰 或是你有什麼人選 除了這幾位以外 江少慶跟郭俊宁是不人選嘛 那其實還有陳士鵬啊 陳士鵬去年 陳士鵬你會不會擔心他 對完古巴之後回來 那個信心會 這個當然就要看個人了 這個看個人的 因為說實話我們也不懂他的個性 我們不了解他的個性 那如果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想教練團會來去評估 那如果你要讓我抓這三個人選 絕對是目前富邦和將 三名本土的最好的態勢 有一位小選手我其實很期待 可是我覺得他今年應該不會上來 就是寶頭 寶頭他很年輕啦 但我覺得他要磨練一下 呃 如果你要上來的話 可能不會固定啦 嗯 是我講的固定就是可能這一兩個月 輪子裡面 對 輪子裡面 因為畢竟年輕的球員上呢 他還是要有一點適應的時間 因為畢竟他是從學生到職業賽場 但是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在高中的時候的強度 嗯 是夠的 所以你要面對進來職棒的時候 你只要再稍微改變一下環境的心態 嗯 適應的心態這樣就好了 其實有蠻多的高中選手 一上來職棒他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他身體不夠強壯 對 可能投的局數 用球數會不夠好 壓力也不夠 對 你掌握的不是很好 但是黃保羅他是有的 所以這一點的話或許不用太擔心 那但是就是要看邱團對他的規劃 我覺得真的 我是期待他 但是我也不希望他今年一開始 就一直在一軍 其實如果講到期待 黃保羅是一個可以期待的選手 很好的直球速度 還有多種的變化球 只差球 滑球等等的 其實都投得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就看邱團的規劃 是要再把他明年呢或者後年 都把他放在這個育城的藍圖裡面 因為他非常年輕啊 對 有的是時間說實在話 講到先發之外 那牛棚咧 牛棚其實一直以來 也是富邦蠻大的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今年 牛棚戰力有哪些 還不錯的選手可以脫穎而出 我一直 期待歐輸成 但是這幾年好像看起來也是 算起起落落啦 就跌跌撞撞的啦 就是死好死壞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 年輕的叫李建勳 李建勳 對 李建勳在過去這幾年 其實他從職棒加入的第一年 表現得不是那麼穩定 速度是很有速度的壓迫性 那從這幾年看下來 他職球的速度好像還有持續在進步 但就是等於是穩定性 穩定性是我們當教練一直在強調的 你有很好的技術能力 你有好的基本面 但是比賽打下去就是要穩定性 那你再加上到最後一關的把守 曾俊悅 這沒問題吧 沒問題嘛 還有一位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賴智元 喔 賴智元去年表現得非常好 投得非常好 對 他從樂天桃園轉到富邦漢將以後 這個也是會在規劃的勝利組的 牛逢裡面喔 所以剛剛點了好幾個 當然有原本很不錯的賴智元 再加上我期待的歐蘇成啊 包括李建勳啊 那這幾個如果能夠再撐上來的話 其實富邦漢將的牛捧 跟最後到防線 其實是也不錯的 對 那如果再加上兩個新的洋將 包括安德勝 轉先巴的富蘭哥 哦 欸 你看 富蘭哥你要讓他轉先巴 他看起來好像有這麼的規劃啊 因為他其實去年的計畫 好像有就有這樣的一個規劃了 對 所以富邦漢將的牛捧 可能要誰能夠來 地補富蘭哥的這個位置 因為富蘭哥其實在去年的 七局八局其實是投得很理想 這名選手他 可能是邵華或是 對 看看撐不撐的上來 這幾個年輕的 或者是機會比較少的 看看今年在春訓 有什麼不一樣的表現 年輕就是本錢嘛 你有輸的本錢嘛 但是慢慢的調整上來嘛 這都是可能會給富邦漢將 三至四年後 會有一個很好的 現在的打底的時間嘛 講到火力這邊啊 其實去年阿德他的表現 張靜德他表現 就不如大家預期 而且補手的部分 也逐漸的看到 主戰補手開始 戴裴鋒 對 戴裴鋒 其實戴裴鋒也是一個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個選手 那你覺得張靜德他在上一季 他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也有一些傷勢啦 那看起來表現不是那麼穩定 然後如果說以張靜德 要來當主力的補手 我覺得不為過 那只是說現在的戴裴鋒 串起來以後 他的守備率啦 包括他的阻殺率 而且他的打擊 在引導跟他的配合的概念 其實都還不錯 而且又是很年輕的補手 也是球團未來要規劃的 主力的補手 我的看法是 張靜德他可能要說 要用輪替的方式 就變成可能是 呃 戴裴鋒為主 然後他變二號 對 那因為他又可以打DH 打擊的狀況不錯 對他最近那個熱身賽 打得還不錯 對啊那又把原本的戰力的 高國輝也留下來了吧 那講到高國輝 對啊 我又差一點忘記了 對所以 張靜德跟高國輝 他們兩個其實是可以 擔當DH 那不管你高國輝 把他放在外 也會放在DH 其實這對高國輝也好 對富邦漢江來也好 也都是一個挑戰 因為畢竟高國輝這幾年 表現得不是那麼如意 所以也等於說球團 也給他一個機會 看看他今年能不能調整得 更順利 如果調整得好的話 年紀都不是問題 對啊就像你看王八嘛 對啊 39的年紀都不是問題啊 對所以你只要身體狀況 稍微調整好一點的話 你有那麼好的經驗 有那麼好的打擊的爆發力 過去連續三年 也都能夠有拿下 拳力打王的這個狀況 原本的狀況打擊能力 是不錯的 只是可能在有一些狀況 或者是隊內的選手互相競爭的情況下 教練團他必須要選擇 有取捨 對有取捨的情況下 這時候也可能要取捨年輕的啦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嘛 我還是希望說高國輝今年能夠 找回他以前的身手 沒錯沒錯沒錯 這大家都期待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DH 應該就是阿德跟高國輝 會在一起的嘛 對沒錯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 那講到其實就是 一些老將 林哲軒其實他也變老將 那去年他因為那個一撲嘛 就是受傷了之後 他也進了商兵名單 那現在他也慢慢回復了啦 就是也加入多深圳賽 但雖然他現在不是放在中外 他是放在優外居多 因為中外也有 深浩瑋串起的嘛 深浩瑋能穩的啦 但是職棒的選手就是 桑嘛 他如果經過今年的復健 然後慢慢回到球場以後 也希望他能夠跟高國輝一樣 有好的表現 而且我自己在觀察 我覺得哲軒他可能 心態上好像也有一些轉變 我自己變得更好 對不對 因為像他還有去看WBC嘛 就是我覺得你看你曾經 就是你都是在球隊的主力 或是前幾天還分享了 他去看球賽的感覺 說他第一次去看中好的比賽 什麼的 那就代表他能接受自己 已經是終身代 已經慢慢的變成神敗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想 林哲軒他也會想說 在富邦這個球隊這麼久了 而且他也是算有經驗的老將了 能講老將嗎 他有那麼老嗎 老啊 現在他們大換血可以了 是喔 可以喔 老將 一定是旅長了 有經驗的 他也不希望球隊 這幾年的狀況都是 還是那麼的差 是啊是啊 說實話 總冠軍不是每個球員 都是希望得到的一個榮耀嗎 對不對 那你有這麼好的陣容 拿不到總冠軍 我相信不只是林哲軒啊 每一位球員 教練團球團的人員 都是希望能夠 看看哪一年球隊狀況是不錯的情況 有機會先拿到季冠軍 然後到最後挑戰季後賽 或者是總冠軍 我想這個是 整個球隊最後的一個大目標 我相信他以一個資深的球員 他也會想 去調整那個心態 來關懷整個球隊 或者是讓整個球隊裡面 能夠變得更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過去幾年 富邦漢將的內部的球員也好啊 這些會有 可能一些妹妹咖咖啦 對對對 所以可能會 氛圍不是那麼好 我想以他一個有經驗的選手 他也會希望說 能夠讓整個球隊的氛圍更好 對 環境變得更好 戰機自然而然就會好了嘛 氣氛好 對啊 又要殘酷了又 沒有沒有 我看你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沒有 聊到富邦 每次就是會有一種就是 都很希望他好 可是好像最後結果 都有點不如預期 確實 在我們這樣一年又一年 然後還有新的教練團啊 他們有不斷的磨合之後 你覺得今年有沒有機會 克服去年的困境 然後排名有改變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因為其實整個教練團 磨合跟選手 都已經磨合得差不多了 而且 對 密切 波通啊什麼的都很密切 但是因為去年上半季 沒有辦法打得很好 情況下 你看下半季確實有改變 所以我相信教練團跟選手 應該也會朝著這個目標 當然不要說一下子說 我想要拿到總冠軍 至少一步一步的 不管是團隊的防禦率 不管是團隊的打擊率 慢慢的都有在進步 慢慢的都有在修正 這個就是一個球隊最好的力量 慢慢把體質建立起來 對 你剛剛說要衝一個 墊底馬上要衝總冠軍 我覺得真的很難 對啦 對 所以我認為說 慢慢的有在進步 來的就是時間了 最後的時間了 我自己也覺得 他們今年應該會不一樣 有改變吧 就是去年是墊底嘛 我覺得今年先保守固定 我覺得會爬升一名 我也是 哎呦 哇 我們今天很有默契 我們今天預估的都差不多 對 因為 反正就是期待嘛 期待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假設上半季試試 搞不好下半季就變三或二了 對 然後明年就變成一盒 對啊 這真的不一定啊 不好說啦 對啊 但重點就是每個環節 都要能夠顧好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改變 沒錯 對 好的 富邦漢將 我們也就祝福他 可以重回北方王者的榮耀啦 各位球迷還要繼續支持中華職棒 沒錯 你不要看完國際賽就不來 我們在球場等你喔 對 真的在每一個球場等你們 大家都要來喔 都要來喔 好啦 我們棒球大招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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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